V60不斷水 我是VV咖啡學長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V60不斷水 然後水位平衡的一種沖 那一般我們在沖V60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前後的給水頻率不一樣 導致於我們的水位高低 可能前面比較低 後面比較高 那這種沖法其實也不錯 但是如果有時候 你沒有平衡好前後水位高低的話 可能你會 對於你的沖煮結果有點疑惑 到底我要怎麼調整 那今天介紹這個沖法就是 讓水位到一個高度以後 我們就不動了 那它這樣的好處就是 你下次沖的時候就可以以水位 當作一個判斷標準 譬如說這次你覺得太高了 下次就整個整體都變低一點點 你就有一個可以調整的方向 那訣竅的部分 原則上剛剛開始我們給水點到 一人高度以後呢 我們要觀察兩個部分 我中心點注水的時候呢 都是以大約10塊錢硬幣大小為核心 但是這時候呢我們要觀察粉面 如果你的水位呢 慢慢的往下降 你可以往外面繞一點點 這時你的水位就會往上提升 如果你的水位一直不斷的往上漲 那你可以回到正中心 這部分可能不會再往上漲 第二部分呢 是你中心點給水的力道 畫面中可以看到我在某些情況下 我會上下擺動我的手沖壺 讓給水的力道稍微比較強 有點像是灌水的樣子 這時候我整體的流速又會增加 而不會暴漲 那這兩點呢 如果應用得當的話呢 你可以發覺你的水位控制是非常簡單的 那你在很多的其他沖法上面 都可以利用這樣的沖法 去增加或減少你的水位高低 然後你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樣的口感變化 那今天的沖法練習就說到這邊為止 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多多練習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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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